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如今人与人,人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信用而变得简单 而在互联网时代,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就是将信用更加简单直接地摆到每个人面前 相信对于经常使用支付宝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 芝麻信用,这是一个信用体系 根据大数据和云据算 来对个人的信用、个人消费记录 屡约的能力等数据由第三方平台给出的一个综合的评分 积分就相当于你生活中的信用 分值范围是350到950 信用分的高低能很好地判定你个人的信用如何 而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的信用评分享受不同级别的服务和优惠 金字塔顶端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优质权益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在600和700分之间 随着诚信度的提高 信用分可能提高到750分以上 800以上就比较少见了 至于900以上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 那么支付宝芝麻信用750分和900分享受的待遇会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支付宝为信用达到600分以上的用户提供免压金、借还服务 包括共享单车免压金、共享充电宝免租金 甚至芝麻信用联合多家酒店推出先住后付的免压金服务 而租房免压、房租月付 为年轻人减轻租房的压金压力700分以上 出国所需要的资料就减少很多 包括到了750分去卢森堡、意大利等26个欧洲国家都是免签通行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方便了不少 如果达到900分除了以上的权益 最大的好处是借备额度达到了20万 这是很多人养信用卡多年都没能达到的 更别说在银行贷款了 小伙伴们你们的支麻信用是多少分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